这是中国特奥批滑艇队教练的喊声 2007年的夏天 这喊声响彻了东方绿洲水上运动中心 对专业选手来说 在齐点整齐的出发也许是最基本的 然而特奥选手和教练 却要为做到这一点付出艰苦的努力 特奥批滑艇队的队员 由来自上海黄埔 青埔和川沙三个区的智障人士组成 为了提高成绩 75岁的陈俊迪 被请来担任这支队伍的总教练 在赛艇领域 他可是有名的金牌教练 我们现在一共是21个运动员 15个男的 6个是女孩子 大部分运动员 你走得第一次就错 没技术的 这么多年 这个都是搞HC队伍嘛 包括80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对啊 带那个国家队啊 那么第一次个导运动员 你轻松都没有底 所有的队员都到达了终点 向码头划去 却有一个队员划向相反的方向 轻松布 各位回去了啊 教练的喊声 没能将他换回 反而渐行渐远 对金绍波来说 从来不存在终点 只要教练不叫住他 他会一直滑到这条赛道的尽头 下水以后 去比达家 那么金绍波你这个小孩 你小的时候 你生了一个合一以后 永远顾量了以后了 因证了这样的那个智商 那么他加上你也想了好多办法 就有朋友啊 还是没解决 因为他那个智商 你都停留在那个五岁到七岁 忧虑小朋友的水平 那我们也知道他小孩是这样的 跟他讲话也是这样 你还是很女生女妻的跟他讲 这个奖往前伸啊 你想画得快吧 那就要把奖伸的原理啊 挺好 要不停止 不停止 不停止 不要带着我 不要带着我 不用带着我 老师 等着 少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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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止 少亏 不要攔我 成成想問題想了蠻多的 可能要鑽那個牛角尖的 所以一鑽進去就很難開竅了 所以在水上滑那個 批花艇的訓練過程當中 它有很多東西是比較難掌握的 成成今年21歲 看起來像個大人了 金紹波比成成大四歲 卻反而更像是個孩子 就這樣看得對哦 顧不起來 你說不過今天花得快不快 很快啊 很快啊 是啊 你花第幾名知道嗎 花第一名 你猶猶哪兒第幾名 半均 好 生日你那個毛病你 還是那個 打到手 對吧 你不要給了 兩個手啊 要想一鐵 不要掃浪鐵 你弄著掃浪鐵不好了 弄了我空氣啊 啊 不是滑水面啦 所以那個水手為什麼跑不快 就是這個道理 皮滑挺隊的特奧隊員 皮滑挺隊的特奧隊員 大多像天真的孩子 緊張的訓練後 他們總會露出頑皮的天性 只有成成是個例外 他似乎總是心事重重 拿好啊 放在旁邊 嗯 看好吃啊 嗯 我自己也六十多歲了是吧 我跟這些隊員 我都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的 我最關心的是兩個 一個是成成哥 一個是金紹波 因為什麼 他是我們隊裡面的 智商能力是最差的兩位 成成是隊裡個子最高的隊員 而金紹波的體型非常魁梧 隊裡統一發的黃色隊服 金紹波穿不下 母親就為他準備了一件 紅色T恤作為訓練服 這成了他的標誌 他現在已經可以獨立上船 滑獎離開碼頭了 可是當初父母第一次帶他去見教練時 沒有人相信這樣的孩子能學會滑船 他父母啊真的假設是負責苦心 為了這個小孩啊 星期天我們這裡放假 他爸爸媽媽陪了他到翠州燒體校 一起訓練 他那個你用翠山幫著一個五人舞啊 他一個燒體校也要划船 要離家很近嘛 包括那個翠山那個那個教練習心啊 習教練也要付到鼓堂 我們剛開始不坑下水 他拿了槍以後呢 就是老是翻 就是翻 翻船 因為本來就像這個船比較 穩定性比較差 一直翻一直翻 後來到了後來還大概就 練了大概二十分多鐘嘛 他後來上來了不坑練了 我本來就會有核心的 這輩子 為了 都不坑練 延伸 平坑